DNC 2015 ICT B1A MC第30题 这个题只有41%效生 这样对 都是一题典型的Pseudocode的问题 提供给了DAT的Array 1234架 有些人在里面的Amy,Bob,Carol,Dave 也给了Pseudocode Program 准备载它 载完之后提供问 究竟哪一个DAT的Element Store了Carol这个名字呢 本来Carol就在DAT3那里 Standard的题目 再用Standard的方法 我们只要做一个DryRunTable 这里就只有P的Variable 和DAT 所以这个Table都相对的简单 我们P由4开始 P进入4 接着P大于2 现在P是4 4大于2是True的 True就要做LootBody里面 这两句Statement P是4 这个是做什么呢 DATP-1 就是4-1就是3 DAT3 扣在哪里呢 扣在DAT4那里 P还是4 简单来说 DAT4 replace with DAT3 那我在Array的客观效果呢 就是将DAT3 Carol的名字呢 就replace了DAT4的Dave 盖住它 简单来说呢 就是前面这个盖住后面那个 好 接着做完这句了 下句 P等于P-1 就是P-1 就是assign到P P本来是4 4-1 就是3 那现在P呢 就会是3 那P是3 回来说 P大于2 3大于2 还是True 还是True呢 还要再做了 那现在P是3呢 这个就是DAT3 assign with DAT3-1 就是2 就是DAT2 盖DAT3 是不是 DAT2呢 就是Bob了 就会盖住Carol 那跟刚才一样呢 都是呢 就是这个前面那个呢 盖住后面那个 那跟着 P-1 又回到P 那所以呢 3-1 变成2 那现在P呢 就变成2了 那回到上面 WOWLOOK WOWL P大于2 2 2大于2呢 是False的 就是自己 不会大于自己的 自己大于等于自己 但是2大于2呢 是不行的 所以呢 这个LOOP呢 就结束了 可以停了 那收工之后呢 我们看看 究竟 哪一个element 是多住Carol呢 那明显了 就不会是 原本 DAT3了 Carol去了DAT4那里 所以答案呢 就是 D for Dog